大家好,欢迎收睇新汉YouTubeChannel, 今天我们介绍得奖产品, Letter CDP707三牛版本, 它刚刚得到影音极品, 那个器材大赏,大家可以看到, 这部CDP707它有个个人突出之处, 就是它的声音及机械结构, 李sir可以为大家讲解一下, 刚才除了Marco说有SuperAV的奖, 亦有HifiPick亦得奖,我补充少少, 好,这部CDP707我们在月中将会有场示范会, 是Roger35A,也用这部机单头, 用它来给讯号,可相言之我们对它的期望是高的, 是, 简单来讲这部机有些个人的优点, 法师我特别喜欢的, 第一你会见到这部机用胆, 用胆,12AT7或者ECC81A类, 你会见到这个是Top Loading的碟仓推盖的, 亦都见到一个很轻的唱片压, 用铝池来压着碟令它转速稳定, 也有这部机它里面整个碟仓部份, 是做了很多damping的物料来的, 令它很稳定,减低震荡,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部机, 整部机是航空轮压出来的, 不是用罗斯收死的, 是压出来的外壳, 所以这部机是非常重, 而且效果好, 这部机是意大利的原装设计和製造, 铺这部所谓三牛里面有三丁牛, 给不同部份用的, 如果你国客认为希望可以再好些, 当然可以配一个超级五牛, 这就是另一个版本, 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的, 另外这部机后面有一个上位的按针, 亦有一个ground要和不要的, 出来的效果相当之好, 它的解码部份亦都是billground, 1704, 这个出名是靚声的, 所以整体的设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 Marco你觉得它的声音怎样? 其实李sir刚才讲解所有机械结构, 它的设计, 它的重点是带给大家, 它的声音、人感情的变化, 即是它很有特色在人声方面, 你听下去它感情交代得非常好, 所以如果大家想进一步听清楚, 如果这个707这个CD机的声音, 你们可以报名参加我们Rogers这个示范会, 你就可以既听Rogers亦都听到Letter的优势, 就是这样。 万物错过, 是,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留言给我们, comment,like,share,youtube,subscribe, 按隔壁钟仔,follow我们IG,like我们Faceboo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请回客 请回予队 要適订bas 4、5、5、2、5、5、7、2 3、6、6、6、5、6、готов一、6、6、3、5、4、7、6、6、6、8、7 2、8 %